当杨子群作为亚裔 第一次站在西方讲台 霸解地说出那只闭嘴之时 这个男人又在伦敦演唱会上 穿对路的衣服 说最硬气的话 这已经不是王嘉尔第一次公开赏合 用偶像力量展现国人情怀了 当被粉丝用韩语打招呼的时候 他会礼貌回复 告知世界询宴 台下粉丝送他国旗 他高举胸前 后有P在身上 那一刻他在台上散发的魅力 远不止一个偶像那么简单 有人质疑王嘉尔只是在爱国营销时 吃瓜的网友却没有明白 并不是每个明星都有这份营销的资本 作为印子上粉丝最多的华人明星 王嘉尔成为了首位登台 科切拉音乐节的中国艺人 是有在全球范围都被买账的影响力 音乐和潮流文化上 融合中国元素的单曲 One Hundred Ways 单榜iTunes8小时 就拿下实时四国第一 和多个社交媒体热搜榜第一 亲自参与设计 并创立个人时装品牌 Timong Design